人到五十这些东西越早丢掉越好,别不舍得 万千人海里幸好遇见你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事情 但到了一定的年龄后就看透身边的人 还有一些社会关系 这时就应该明白了生活的道理 懂得了该交往什么样的朋友 该舍弃什么,珍惜什么 特别是五十岁的人更应该明白这一切 所以人到五十这些东西越早丢掉越好,别舍不得 一,丢掉不了习惯 任何人都不是完美的人 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 还有不良的习惯和喜欢 比如喝酒吸烟,打牌,爱慕虚荣,倒闲话,熬夜等等 人到了五十岁,这些真的该扔掉了 不然就会影响自己的健康,增加自己的烦恼 朋友老张,年轻时非常爱喝酒 无论走到哪里就喝到哪里 当他快五十岁时,一场大病差点让他离开人世 也许人面对死亡就会感到恐惧 他病好以后就立即见了酒 不管谁让他喝酒,他就是滴酒不沾 不少朋友还笑话他,说他胆小连酒都不敢喝了 朋友聚会真是扫兴 老张对朋友说,酒真的不是好东西 当你得病的时候就感受到酒的危害了 因为他们以前喝酒都是拼酒,不醉不归 所以很多人的身体都合出了毛病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是喝酒抽烟有危害 还有打牌等不良恶习 很多家庭都会因为这一爱好妻离子散 特别是到了五十岁的人,这些习惯千万要扔掉 不能再让这些不良喜好危害自己的身体和家庭 做点喜欢做的事,老年才能活得有意义 啊,丢掉无用的社交 人这一生会遇到很多人 无论走到哪一段路都会交往的各种各样的人 但有些人是不值得交往的 也有些人是值得交往的 所以要理清自己的社交圈 不该交往的人就别交往了 该交往的人就不要断了来往 老王今年五十三岁了 以前没事的时候喜欢和一帮朋友出去喝酒打牌 要么就是坐在一起聊聊女人的事情 空闲就是消磨时间 那时还觉得乐此不疲 现在他觉得没有一点意思 后悔浪费了很多时间 现在老王退休了 那些朋友在喊他打牌喝酒玩时都被他拒绝了 他觉得这都是伤身体 又没有任何意义 根据老伴的建议 他又拾起了自己年轻时的爱好 每天坚持画一幅画 然后自己在家欣赏 有时跟书画界的朋友交流 最近老王的一幅画送去参加比赛 作品还被评为三能奖 光奖金就有几千块 这下他更花的起劲了 每天陷入了创作中 有时他就跟着朋友去旅行 见到美好的风景就照下来 然后再回家创作美术作品 他说了人到了这个年龄 该看开了 以前是浑浑噩噩的过日子 跟一些人成天瞎混 真的没有意义 那都是无用的社交 荒废了自己的生命 现在的日子过得轻松愉快 还能陶冶自己的情操 将来这些话 说不定还会被永久保存下来 3.丢掉昔日情感 人活大半辈子 年轻时都会有自己的情感经历 有爱自己的人 也有自己爱的人 但到了50岁后 这些过去的情感早该忘掉了 不能再活在过去的回忆里 因为现在的生活已经定型 那些情感也该扔掉 人不能总是活在梦里 50岁的老刘总是忘不掉自己的初恋 因为现在的老婆 是他在初恋失败后认识的 当时他正陷入痛苦 姐姐就趁机给他介绍了女友 然后就结婚了 关于他的初恋 老伴也是知道 年轻时也都没有在意 随着年龄的增长 老刘老是打听初恋的女友 有时还会嘴里念叨 但老伴却不同意了 便对他生气的说 我都跟你一辈子了 还给你生了两个女儿 难道还比不过你的初恋好 你这个没良心的 还在听听念叨她 有本事你去找她吧 有时看到母亲生气 儿女就劝说 还会把老刘说一顿 说过去的情感 那就过去了 说明你们没有缘分 走不到一起 那你现在跟我妈过了大半辈子了 说明这是你们的缘 值得好好珍惜 就别在家里提你的初恋了呀 因此50岁后这些东西早已不值钱 最好丢掉 可惜好些人做不到 比如丢掉不良习惯 丢掉无用社交 以及丢掉昔日情感 这其实都是些很负面的东西 不舍得丢掉 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烦恼 毕竟人生过去了大半 身体和心理都逐渐趋于老年化 是该好好享受生活的时候了 所以要扔掉那些不良的习惯 无用的社交 还有曾经的感情 这样就会让自己的日子越过越好 晚年的生活才更幸福